0910,你居然敢看黑丝美女 不是啊,这是你的手机,你的账号 那你干嘛偷看我手机啊 是你让我帮你拿手机的吗 那 这次不是我的错,我态度也没问题 看你怎么说 2019年4月23号下午2点08分 你做了什么,还记得吗 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谁让你有这么多把柄在我手上 你神奇,一定要抓住你的把柄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我好像难为严犯了 你别着急,我去救医生 麻烦你前来去的地上 你 宝宝,医生马上就到,你再忍一下 我偷偷这样,你还要继续打扮 那我总要会是一直接人吗 接你前人是个医生,你不会接你前人去吧 不是不是,我就只是随便套了件衣服 膝盖紧身小短裙,你要不再配个黑丝吧你 黑丝配吗,你要往外 你 我怎么是那个医生 你怎么样 还好吧,分开以后过得挺性子的 你呢? 他问的是我 啊,刚刚来着准备有处防身衣服 我不需要你的关系 他说的还是我 他也不需要 你是为了见他才进行打扮的吧 我就随便穿了件衣服 现在昏昏远睡,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 我不希望你对我说得最好 我可能有稍微打扮了一下,毕竟接前任吗 我就知道 晚上我们吃饮了 都行,要不分为你前任安吃 宝贝你听我解释,你确实对不起 但我觉得谁都不愿意在前任那天丢人 没关系,是我让你丢人了 我来说,不是,我不是说你 是我让你丢人了 这准备的家务都我做 我可以一个月不做家务 根本有感觉在看到四点狂大游戏 被不敢说什么 哎呀,我可以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嗯,没什么 嗨,李哥,好久不见了 做了个小手术 李哥,这手术怎么不通知我们呀 对啊,我们好去看你 走,我们先喝杯咖啡啊 李九十,你 哎,三七,你听我解释 我再也不提你前任了 姐妹们,待会我们 老板,您迟到了52分钟 应该罚款5200 看00后如何按规定就跟机场 老板,公司有规定,您忘了 是,我有证据 迟到杯酒,一分钟一百 我可是老板 作为老板,我肯定一身过车 嗯 老板,这是个部门的什么评论件 麻烦您在十分钟内处理完交给我 然后去工作无法进行 啊,十分钟,你疯了 我这几分钟 工作不能脱业 一定不能影响其他部分工作 啊 老板,加油 这都几点了 你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 老板,这是我连夜做的烦 麻烦尽快给反馈意见 不少于5000字哦 你神经病啊 都说了明天再说,你快走点 当天解决的工作 你干嘛走到第二天 明天再说可就违反规定了哦 所有规定全部取消 你好,你就是我妈介绍的相亲对象 对,时间宝贵 既然是迫于最后压力来的 就速战速决 同意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半 我们先去吃午饭 那我请你去泰餐 最近呢泰餐离至2.3公里 打车约即12 我们两个人吃简单点 面包嘎子鸡巴水 多因公汤64 波罗炒饭48 两杯态律46 一共250 AA,我转你125 谢谢可怜 啊,这就吃完了 怎么还没到地方呢 确认过眼神 都不是彼此的理想型 反正都是幼稚长辈 干嘛要浪费时间 有道理 既然都AA了 我也该转你125 但是然后比较 按照流程该去喝咖啡了 我请你,你喝什么 意识浓缩 一杯意识浓缩38 一杯摩卡不加糖35 一份抹茶小蛋糕40 一共113 现在我们喝了下午茶 也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情况 发现没有共同话题 并不合适 但天色尚早 现在回家难免又被父母一顿皮 是我们看个电影 同意 刚喝完咖啡 最近一场五点 第四排中间有两个最佳冠上去 观影期间 我们吐槽了下雪特效 气氛还不容赞 电影的三场是七点半 天也黑了 下午吃的太饱 我们直接更回各家吧 哎等等 放家微信了 哦还是你聪明 不然回家被爸妈发现 就露馅了 咋 卧槽 这么有钱 等等等等 哎 哎呦我说你打扮这么老气干什么 等等 相亲还带家长 待会听我的 你是 我是他妈 阿姨你好 我叫李懿 这是我去 我是他爸 这是我女儿简历 单亲 话说在前头 我闺女 我闺女也老大不小了 不已结婚 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两年恋爱 三年结婚 五年生娃 孙男孙女我们都一样 具体看她们想法 我没眼见 小伙子 叔叔都喜欢我闺女什么呀 眼睛大 皮肤白 娃娃脸很可爱 有眼光 我喜欢看脸 唉 我闺女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都是化妆化的 四年你没见过吧 你个毛 啊 这 这我 实于言之 终于人 对 而且艾米什么样子我都喜欢 唉 说起来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这要嫁人了 心里怪舍不得的 平时别说做家务了 就连喝水啊 我都亲自喂 你放心 我们家都只是男主内女主外 保证你闺女嫁过来 实质不沾羊春水 那这做饭 男人做 万一以后吵架 一律男的错 结婚后的财产 一房两车 三家还有金母钱 另外这是我的工资卡 结婚后你的钱归你 我的钱也归你 什么情况 说的那么好听 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反悔 我是律师事务所的 所有协议我都会拟好 也对你安全感 那你不介意 比你小个十几二十岁的吧 其实我是她闺蜜 不演了 巧了我是大兄弟 时间还早 那我们 嗯 什么情况 不是帮我俩相信吗 哎不好意思 我闺蜜不太松了 我没谈过脸 他是不是想问你了 你别忘记我们赔钱 哎呀 这是我对象 对象 哈哈哈哈 变嘴吧你 是不是有什么隐藏cameron 哦 我知道了 你在做自媒体拍断的整罗 是吧 哈哈 你好 我是艾的男朋友 你是三七吧 强烈他提起你 为什么我谈恋爱 他有我对你好吗 哎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好 哼 好看吗三七 我不知道 那你对象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吃这个 这块肉含碳水1.2克 蛋白质6.5克 脂肪18克 提供197.5千卡的热量 艾米正在减脂器 你想害他吗 哈哈 来吃这个 这是优质蛋白 没那么严重了 我都吃都吃 不用了 你给你对象吃吧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去个洗手间 宝贝衣服穿好 别感冒咯 那你快点回来 你跟他认识多久就在一起了 他的理性你了解吗 干嘛的有钱吗哪里 谁先表白的 谈过几个女朋友 你看他那么熟练的样子 他长得有头粉面的 一看就是个海王 我怕你被伤嘛 哎呀你放心吧 这是我阿姨介绍 邻居家儿子 鸡根基底的 想说好不代表长大也好 邻居家的家庭状况 你了解吗 他代理上有没有留步基因啊 没有他们生活和谐 家庭幸福 那他朋友圈有公开过你吗 身边朋友认识你吗 这是他的手机 这是他的朋友圈 哎这不是嫂子吗 浩然哥呢 他去厕所了 哦行那下次一起吃饭嫂子 嗯好拜拜 那又怎么样 我就不信 你们最后能结婚 谢谢你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三七 恭喜恭喜 打扮这么花枝招展 私生活很丰富吗 三七 你是不是经常遇到嘴贱同事 却一下子大脑当机 只要记住这四招 包你逢炒必赢 才来三个月就是打笑 手段挺高啊 哈哈哈哈 难怪天天黑丝包吞拳 也不知道勾引谁呢 第一招假设他说的都对 是啊 打算勾引你爹 这招这么给你当妈了 哈哈 你还笑死人了 矛盾转移 让难堪的那个变成对方 第二招 扎起关键词回复 三七我身体不舒服 这些你帮我做了吧 身体不舒服 天哪你没事吧 难怪我最近看你眼带浮肿 油头满面 还老上厕所 你这是肾虚啊 你这是什么谁啊 你放心 你的工作都交给我 那没事了 我自己来吧 第三招将心比心 小楠姐 你别走 我给你加个班 我有事加不了 我还没走呢 你去行走 我工作都完成了 难道留下来给你收尸啊 我是你主管 你怎么说话呢 当然是用嘴说呀 耳朵不好使 眼睛也瞎了吗 麻烦你搞清楚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比武招爹的 你是没有家庭吗 别耽误我下巴 哎 你 这么大人了 还不然又下 又幼稚 我七岁的侄子 第四招 善用反问 是啊 我幼稚你成熟 你咋不出子呢 你嘴这么顺 小心嫁不出去哦 你嘴这么贱 小七找不到老婆 我 我找不到老婆 只有我的人排着队呢 排队 听起来像公公厕所一样 嗯 哼 你就开个玩笑嘛 至于吗 哎呀我也是开玩笑的嘛 可能尺度有一点点大 像你这种小的会不习惯 哈哈哈 拜拜 你凶了 与其精神内耗自己 不如发布外号别人 我记得上次还在金妹 KTV探见你了 这边男人挺多啊 如果遇到这种总爱犯见的 上招数都不需要 啊 啊 啊 哎呀 这样就好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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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